众多网友万众期待的黑暗破坏神似即将来写 赤红的地狱岩浆中 代表着天使一方的圣女缓缓出场 在一片隆重的圣哥里 他来到了战场的最前端 就在这时 天空中圣光缓缓洒落 圣光弥漫开来照耀着所有的天使军团 以及人类的精英骑士统 为他们加持神力的同时 天空之上也出现了最强大的天使长伊纳瑞斯 在空中的伊纳瑞斯俯瞰远方 好像火红的地狱中除了岩浆其他什么都没有 而就在这时 伊纳瑞斯的手指轻轻一弹 他的指尖圣光弥漫而出 顿时将躲藏着的无数恶魔军团献出了原形 丑陋且猙獰的小恶魔吃牙咧嘴正准备着进攻 我方的天使军团也延阵一带 恶魔军团与天使军团最惨烈的今天一战即将到来 无数恶魔大军分涌而出 魔山魔海蜀之不尽的恶魔正朝着天使大军冲锋而来 而在最前面的天使身里 这时还不紧不慢地朝着他们跪拜了下 就在这一瞬间两军相互碰撞 天使军团的长矛刺穿了无数恶魔的身体 经过圣光加持长达十米的长矛不断地刺出 冲击而来的恶魔也不断地倒下 但是仍然有前仆后继数之不尽的恶魔大军向着他们冲来 他们不畏惧死亡不畏惧牺牲 只想消灭人类与天使的联军 而就在这时 最强天使长伊纳瑞斯出动了 伊纳瑞斯带着身后无数的圣光触手来到了恶魔阵营的中间 就在他双脚落地的那一刻 无数恶魔朝着他看来 而当伊纳瑞斯看见了魔群中莉莉斯的瞬间 便扔出了他的天使长矛打算对莉莉斯进行一击必杀